Hello,歡迎各位聽眾朋友 又回到台長的節目 台長,在這裡吧 我祝大家身體健康 在正式節目開始之前 首先很高興 台長,我們有一位聽眾 他是軍事迷 他說補充資料 我覺得是很有益的 大家都可以聽聽 我們上次說的 美國特種部隊 去炸了直升機 攻擊ISIS領袖之後 要炸直升機這個動作 他補充回 原因在裡面應該是有美軍 最新的 第四代直升機技術 這就是直升機是沒有聲音的 直升機飛進去是沒有聲音的 他可能怕這個技術流出了 所以 就去引爆直升機 台長 當然我們一直都知道的 聽眾之中 很多都是俄虎長龍 我們去港的時候 很多次都是把門動腐 但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們有不足的地方 甚至港塞的地方 最重要是觀眾要指定我們 和說出那個重點 如果你說你說你說得不好 我們就很難去回應 如果簡單就是 哪方面不好 或者哪方面錯了 所以我們對這一類的觀眾 能夠這麼具體展出那個 補充的地方 我們就很感激 當然 剛才那位聽眾講的 其實我們以前 我自己都知道 因為美國發展這些 比如飛行器沒有聲音的技術 都跟一個很久以前的事件有關 就是五十八區 當時在那個區裏面 有些人會在外面見到一些 所謂的特命飛行物體 它飛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 在那個年代來說 很多人都會覺得很離奇 甚至一想一想到 比如UFO 但是後來就發現 有一些轟炸機 我相信文進都很清楚 就是B2轟炸機 是整個飛機飛過來 是沒有聲音的 那些技術發展到 去到後期 其實已經變成功用 即是通用 很多實際的軍事行動都做了 都有用 所以這位觀眾說 那隻Black Hawk有這個技術 我相信是不奇怪的 但是我記得這位觀眾還說了一件事 是 那個機的爆炸 不是好像我們初頭以為 就是那裡的士兵 出了直升機之後 就放了一群人 而是派了兩個戰鬥機 射個飛彈下去 那隻壞了的Black Hawk 那裡令到他消毀 是不是應該明白 是 兩架F16 兩架F16 是 所以他這個講得很具體 但是 當然我們不知道這位觀眾 他得到的資料 可能他看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甚至可能是一些英文的資料 所以我們去做節目的時候 很難 我們未必講得那麼詳細 因為這個牽涉到節目的時間 問題 例如我們講得那麼詳細 有些時間太久了 有些觀眾說 我都不喜歡聽這件事 這樣就有點悶了 所以就很感謝這位觀眾 他給了一個很專業的補充給我們 有什麼聽眾呢 我相信有什麼主持 這些技術含量這麼高的回應 當然是很開心 另外用神秘學的角度來講 這位聽眾是什麼呢 我和你講 他可能 他自己就是特種部隊 他知道了 然後再翻譯到中文 留個言給我們 阿文俊 這件事我們糾正他 他未必需要翻譯過 其實有香港人做了特種部隊 你指Delta這些美國的特種部隊 都會有香港人在裏面 應該有 我不敢肯定 但我不會絕對否定這個可能性 不如說 特種部隊有很多隻 不是只有一隻 剛才是Delta 就算不一定是特種部隊裏 行動組那些 譬如說他牽涉到地書 民書 都知道 所以大家天地才大 大家不要想著 所有東西都 香港人其實都很威風 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精英在裏面 所以大家不要想著 就是 一定是靠外國的資料 你CIA那些都很多 不讀國籍的人 說真的 這是一定的 因為你要簡單 例如說 我要放些針下來 我不是一定做行動 要放些針下來 如果那個人 又不熟悉那個地方 又不懂說那些話 其實就很難融入那個社區去收了 所以中央前部那些 他們有一些 他們有一些 本地的 土三土三的人 去做那些事情 我覺得不出奇 這個真正的聲明 我純粹推三 我是沒有認識這些人的 台長 那 對上幾天 都是你定題目 那不如我們今天 拿一個 是聽眾問過我們的題目 然後反正 今天我們就順應一下 這個聽眾的意思去說一下 好不好 其實我們都應該多些 會回應那個聽眾的疑問 這個我要補充少少 因為 我想我做這麼多年 其實可能很多觀眾都知道 我那種的態度 或者所謂的風格 就是我不是太多時候去回應觀眾的提問 那我的準則就是 譬如你提了一個很有水平 或者很有價值的提問 其實我是真的會認真去回答 但是如果你譬如一般 你的節目做得很好 或者你的節目做得很差 或者你的節目做得很滿 那我就很難去回應 為什麼呢 這些全部一些很空泛 所以很具體的批評 就是我回應了都沒有什麼意思 或者說 你做得很差 我做得不差 或者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如果譬如剛才的觀眾 他給一些這麼具體的補充 或者甚至一些很尖銳 但是很有價值的問題 我一定是會回應的 那麼也都希望民進 也都會提到 給到這一類的疑問給我 好啊 昨天呢 就有你一說 這個貨車司機的事 也都會提到 那個叫做疫情逼針的問題 那麼很多聽眾 就很想你講一下 究竟現在呢 那種不停的收緊 真的好像 勒索式情緒勒索 要你 現實也是勒索 即是不讓你進去的地方吃東西 甚至乎又說 好像不讓你打架洞工具 如果不打針 是不是 這樣的 這個問題很大 我們盡可能今天都比較簡潔的去講 因為在講到其實會引起很多 所謂的資料質疑 因為你好視乎你拿哪一類的資料 譬如我舉個例子 現在在網上 譬如你一說涉及疫苗 或者疫情的問題 如果你在YouTube上 是不是馬上黃標 舉個例子 其實昨晚我們第二節講過 加拿大火車司機 他們有沒有黃標 根據以往的慣性 其實你一講疫苗 封城 你一涉及這些東西 基本上你一定會黃標的 更甚至我之前我做過一集 是除了講疫苗和病毒 我做過一集是講這個 封城十天 江雪 那麼他當時是直接是黃標我 然後去到 但是呢 去到這幾天 講的 YouTube好像放軟了態度 他把之前黃標你那些 關於疫苗和封城那些 全部去解封了 但是呢 就出現了一個 比YouTube官方更加 嚴重的審查機制 是甚麼機制 就是呢 大家都聽過的了 這個呢 現在很出名叫元宇宙 那元宇宙呢 除了這個Multiverse 還有一種元宇宙 是生存在YouTube上面 那個就叫 蕭若元宇宙啊 那就是講的 這個偉大的網台之神 阿蕭山呢 那就 我不知道他發生甚麼事 那可能他 你知道 是萬人敵來的 那就突然之間呢 又去開名 就去把所有呢 呃 即是 叫做 對疫苗有懷疑的KOL 都去開跑 封他 那包括 升旗易得道啊 大匪啊 那一堆 總之全部 包括他很真的 甚麼高燈仔 連登仔 總之他說 要把這些人 告到他 要上法庭 說他們是 這個 謀殺分子 然後呢 又說要告到 那些 其他KOL 連Youtube都沒有了 哇 即是 你明白嗎 比Youtube本身更恐怖 因為 他是神來的 那 我想問問你 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 好啦 那你提出的問題 我也有所問的 因為 大家都挺熱衝去這場 平民 甚至就說 好像 類似是 蕭若賢向 所有 反對疫苗的KOL宣戰 是啊 這個數量很多 但我首先 講了就是 其實這是一種的宣傳策略 即是 他講到這樣 動機都不是說 他 說這件事是 對和不對的問題 因為如果引起一個爭論 那些觀眾或者所有的KOL 所謂KOL有回應的話 就造成了一個所謂話題 那這個對整體那個網絡 網台的那個收盛率 是有好處的 好處在於 大家是 現在其實都不是明變是非 大家都是看熱鬧 或者看有些所謂發生 那這個我相信 和那個疫苗那個 就是逼針的問題 本身的問題 就不是 那麼有直接的關係 很直接的 台長 我現在會講 就是少陽這件事 但我想回到兩個層次去講 第一個層次是什麼 就是這個逼針 真真正正就是 逼你去打針 如果你不打 你不發工 或者可能你遲些 你進不了商場 那這個問題 我首先要向文進講講 就是舉個例子 比如說 在澳門賭場 你不打針 或者你堅持不打 或者你有不同的原因 比如你有些長期病 你覺得你不需要打 那他會不會給你 就是會不會 解僱你 或者禁止你進入賭場呢 他開頭 就說不會的 自由意願 是由行政將官說的 就是他親口說 不會迫市民迫針 不會做任何違背個人意願的事 去到後來 我想不夠幾天 接著 一聲就轉軚 呼籲全部公務員要打 你知道賭場的 有殺錯沒有放過 於是 就去做一件事 你不打 你就要自己去驗核酸 接著 每隔幾天驗一次 如果你不去驗 就不讓你回到工作地方 還要當你抗工 還要罰錢 第二 你就去乖乖地打 其實很慘 因為當時有很多人 其實是不想打的 譬如回到賭場 那些 結果 因為其實打完針 那個副作用 其實是存得很可怕的 即是外國有些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 但譬如說會引發其他病發症 甚麽可能女生的 又會影響到可能M到遲了 甚至乎最近那個 說到什麼 如果打完針會縮短 打完之後 很嚴重 那些人不想打 但誰知道 為了要上班 因為不想 即是他這樣 他要求你上班 但是他要求你去驗核酸的時間 就是要你自己空餘的時間 換言之 你因為他要你出事的核酸證明 你又不可以在上班時間去驗 那你又要去一大早去排 或者是晚上 但你晚上他又不是開24 很多地方 結果呢 就會搞到你很煩 那些人就為了 免得煩 就索性去打 怎樣打完之後 那些賭廳就爆了 然後整個 就是想著不想被人解僱 誰知道打完之後 很快就被人解僱了 這個就是很悲哀的事 那你說剛才那裡很諷刺 因為你原本 就是為了一份工去打 打完之後 就沒有了一份工 就是結了 即是怎樣呢 阿文章說這裡我想一個很現實的情況 譬如在網上的所謂KOL 我自己看到 都差不多一面倒 都是反對這個逼針 我們說為什麼反對逼針 你打不打是其次 但是你逼我 我就覺得我有這種抗拒 但是你現實上 如果你看回這幾天 如果你想去預約去打針的話 你發覺開始有些困難 就是很多人現在都去打針 打針不是因為他們很喜歡打針 或者很想打針 而是因為如果你不打的話 第一件事可能上不了工 他沒有了一份工 第二件事就是遲些 即是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我們都未知最新的情況 但可能出了街的時候 已經說遲些如果你不打 你進不了商場 所以現實上 跟KOL他們說的情況 就有一定的差距 事實上很多人 雖然心不甘情不願 但是都去打 這是我想在香港和澳門的情況 但是如果你看 譬如昨晚我們深夜做的節目 港加拿大那裡 在北美他們已經醞釀一場 反強制疫苗的風暴 這就以火車施機打頭陣 現在這個情況 在新聞界面也出現了一件事 剛才我們一開始說的 就是新聞封鎖的問題 就是很多涉及到加拿大的 自由護航者這個運動 的新聞都是被封鎖的 稍為同情行動的新聞媒體 只有譬如一些右翼的新聞媒體 平台例如Fox 就是這個Fox新聞 他們就說現在這個情況 可能蔓延到美國的火車司機 但是這個你不會看到在CNN 或者其他主流的自由派全部都說 他們就覺得這班全部是那些 右派 甚至法西斯的納粹黨 但是我自己都覺得 觀眾都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這個反疫苗 反強制疫苗的行動 它為什麼說是強制疫苗 就是這些火車司機是穿州過省的 他們在加拿大過了美國之後 如果沒有打疫苗 就不能回到加拿大 所以他們現在 就駛了很多部的大火車 去了加拿大首都阿托灣 去堵塞道路 抗議這種強制造法 搞到現在那個總理 加拿大總理的側田道路 都很聽聞是穿了草 不敢在自己的官邸裡面 因為怕 甚至是出了緊急狀態令 和可能出軍隊 這個情況其實 我們應該看到 在北美那裡 所謂自由主義比較重的國家 他們的公民他們不會那麼順利 就算說你打為防疫 他們都說我有權選擇先 那你的憲法或者政權制度 應該賦予我這種選擇權利 所以他們就很維護這種價值觀 但是我們在香港 我們那個價值觀都很不同 最重要是回不了工 如果政府說 如果你不打就回不了工 其實很多人都會信應 儘管他們覺得 我們有風險 好了 這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剛才文進提到蕭若元 他現在在節目裡面 不斷鼓吹 說你不打針那些 就是一些壞人 或者怎樣 壞人那個是我想像的 因為我沒有聽 但我估計就是他一直在攻擊那些 不打針或者呼籲不打針的人 我作為一個打了兩針的人 我就可以說儘管我都仍然相信 這個打針應該有可以防備 作為一個抗疫的工具 但問題現在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政府去交代打針的情況 或者那個Omicron 那個肆虐的情況 一直都不太清楚 我們昨天已經提過一件事 就是袁國勇教授 他之前他都很經常出來 但是自從這個Omicron 他在香港大爆發之後 你就沒有聽過他出來說 現在究竟是怎樣 我可以提出幾個疑問 其一就是這個Omicron的傳遞率這麼高 但他的殺傷力有多高 他是不是好像類似一般的流行性感冒 你可以說一下流行性感冒 都會有死人 其實在美國流行性感冒 都很多人是致死的 但是如果好像流行性感冒 你以前不會聽到一個 就是我每一天都去報道的流行性感冒 有多少人感染了 因為實際上太普遍了 又或者因為這個流行性感冒 而致死的人有多少 其實這個相關的關係 不是那麼容易一時三刻去找出來 例如舉個例子 有一個人他很老的 他有很多種長期病患 但他感染了傷風之後 他就沒多久死了 那究竟是因為長期病患 導致他死亡 還是流行性感冒導致他死亡呢 這個因果關係 我覺得就不是那麼容易搞得到 所以現在那個政府應該很清楚 就是說現在這個Omicron 他究竟那個致死率 比較嚴格的調查出來的結果 致死率是有多高 那些人如果染了之後 怎樣影響他的生活 舉個例子 譬如說他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有些後遺症 還有那個年紀的分野很重要 譬如你是一個二三十歲的 你感染了Omicron之後 你根本沒有病症 你通街行都沒事的 只不過你傳染了一個人 但傳染到一個 譬如說八十歲的老人家 他有長期病患的 那他就有事 其實這些關係 大家要搞清楚 才可以評論這件事 但現在我們掌握到那個 資料就不是 起碼我自己不太全面 所以我就不會去講一件事 你打還是不應該不打 原因很簡單 就是如果我打之下我打第三針 你跟著還有一隻Omicron以後 還有一個真的變種出來 那是不是再打 如果要打第三針 打第四針 是不是打來第五針 是不是每隔一段時間都要打下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真的想想 這件事可能會完沒了 這個我覺得 作為一個市民或者一個國民 是絕對有權利去知道的 再次曾經我不是反對人去打 或者我自己打了兩針 第二個問題 就是剛才提到 小陽元 向所有這類KOL宣戰 我覺得這個是老生常談 這麼多年大家知道 其實那件事 大家不會辯論出一個真結 是改出來的 那你現在罵那些KOL 那些KOL又反應你 你其實現在靠那個META去搞NFT 你就想脫水會脫了一千萬 有些人已經在網上說 我覺得這些就是一個怨打一個怨 你肯去做 你做了出來 有些人肯投資 你不可以去說誰誰的 但問題就是你拿了這件事 即現在這個疫苗 去將它作為一個議題 增加自己的守庭率 那這個我想是長期的 蕭陽元的策略 所以我覺得大家去咬這件事 事實上都是浪費時間 因為那個打不打 其實很多人的真正考慮 就不是說你KOL怎麼說 是說他上班或者他去出入 他如果不打這個疫苗 是影響了他那個全面的生活 那這個是無可來和的一定會做 我們不會好像那些加拿大的貨車司機說 我真的拿一輛貨車去失路 而且由於現在的政治形勢 你根本連講這件事 那個風險都很高 所以我想大家就搞清楚這件事 這個純粹是一個推銷那個網台 推銷那個節目的收聽率的一種策略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認真的 台長啊 你昨天考得我這麼過癮 我今天又考一下你 你又要受教了 什麼叫蕭陽元思想 蕭陽元思想是很簡單的 就是一切可以令到自己出名 令到自己收視率高的都應該去做 值得去做快點去做 你錯了 是critical thinking 再加上這個博弈理論 再加上這個演化心理學 再加上 阿文津啊 我只懂得研發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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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真是大役不道 台長 你現在有什麼想跟聽眾說呢 你現在好說話 要不然呢 可能轉頭 師頭文進頻道就滅貧的啦 哈哈哈哈 那就試一下咯 要是 哈哈哈哈 沒有所謂的 這些人要見證一下 這些大場面才行 其他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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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個都說不敢得罪某些人 又說怕什麼 我不是的 大家互相炒熱 OK的 但如果你真的玩得太過分 我告訴你台灣在哪裡 我找人跟你聊天 我講一次而已 無論你是哪個天王老祖都好 我一定不會是怕的 因為我本身 我都不是一個小朋友 我就很認識地說一次 誰都是 好啦 這些是非就沒有去糾纏了 但我覺得 比如剛才講到 超雷元哥這樣 我想現在其實一個很重要的策略就是 大家可能都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始終都是一個用粵語 即以香港的話題作為主軸的一個網台 即世界性文化 我可以講 所以大家 你來我往 甚至是針鋒相對 我覺得客觀上的效果是對整個網台 對於網台這個生態是好事 所以大家又不需要過分去執著裡面那些 大家爭吵的細節 台長最後一句 我覺得大家炒熱一下熱度 即是互為互利 你又多些聽眾吸引來看吵吵吵 我又多些聽眾吸引來看吵吵吵 是好事 但你下下 你又將事情拉到要滅人聲 這件事我覺得真是過分了 哪有可能滅聲 這件事我也要提到舊事 當年曹傑 我不記得他講的什麼 就 蕭陽發動了一些吃阿拉伯文的人 去寫阿拉伯文 好像說寫你這個 什麼阿爾蓋達還是伊斯蘭國 我覺得去到這樣就很無謂 因為你現在時下想回去 有什麼那麼大事 你是不是搞到陶傑先 又不是嘛 你又做到好像要拿人命 但是你事後看這些其實都是笑話來的 大家又不要那麼執著 但是如果你說 喂我們大家 其實桌底或者暗裡 那是為了這個網台的文化 發展得好一點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 繼續去做這場戲 好啊 那今天來到這裏了 好嗎 台長 好啊 我們就在這裏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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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進頻道